打了這麼久 就說在改革開放的時候 叫做一個是不是緩和 一個比較和平 一個密月期比較好一點 跟台灣大陸 跟台灣雙方面 我們有生意可以做 有來往 香港其實一直跟台灣都保持長期的 挺好的關係在這裡 我記得我小時候在香港 香港那時候說這個愛國 其實就是愛這個中華民國 我記得我小時候小學 我讀小學的時候 每一年就是這個十月 我們是掛這個中國國旗 中華民國國旗出來 我住在深水埗 深水埗 石劍武器 每一條街 家家戶戶 就會插一支中華民國國旗 在窗口 在門口 然後那些街道那裡 譬如說那些石劍武器那時候 那些七層那些灑子區 拉了那些很長的 那些中華民國國旗 還有一個很大面積的 很多巨型的國旗就有 在這裡慶祝這個國慶 慶祝國慶就是中華民國 雙十國慶 這個是當年 全香港人都是這樣去做的 在當年真的很愛國 慢慢慢慢才變成 這些就開始適美 就越來越少人去慶祝這個 中華民國國慶 究竟誰是分裂中國呢? 其實是共產黨分裂中國 不是國民黨分裂中國的 所以說到這些東西呢 現在香港政府呢 就是有一些叫做 就是太過 又要看北京的 上頭的說話 自己又太害怕 那是不是上頭有仇意 關閉這個駐台灣那個經貿辦事處 其實關閉了呢 其實香港有吃虧的 大陸那方面 大陸都一樣吃虧的 其實台灣以前一直以來 叫做什麼四小龍 和新加坡那些叫做四小龍 其實台灣本身呢 就是那個發展呢 一直以來是好過大陸很多的 可以就是台灣自己 一個這麼小的地方呢 可以搞好自己的經濟 搞好自己 其實呢 就說一些大陸的朋友 去台灣旅行觀光呢 都發現到呢 唯一能夠保存這個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傳統 就是在台灣 不是在大陸 香港就是小小啦 但是都不是說真的這麼多的了 但是呢 在台灣真是保存這個 中華文化傳統 是保存得非常的好的 所以就說 如果要體會 什麼叫做中華文化傳統呢 不是去大陸 不是去香港 而是去台灣 所以就說 看一下這個 北京中央呢 究竟如何去看台灣這件事呢 如果他懂得 就是客觀點去看呢 真的就不應該去搞台灣的 應該是和台灣呢 保持這個 友好 一個合作的關係啦 現在搞得這麼僵 其實是對自己 中國大陸呢 其實是非常之不利的 其實現在中國大陸的做法呢 就是好像去那個叫做什麼名稱 名稱的時候呢 就閉關鎖國 就是這個什麼還要什麼 這個海禁啊 禁止人民出海 什麼內天三十里啊 這樣就 跟世界呢 就老死不相來往 這樣一個閉關鎖國的 一個這樣的事情 尤其是去年那個疫情的影響 到現在啦 疫情的影響已經這麼嚴重了 大家很多的飛機都飛不了 他現在這樣搞法呢 就其實只有一口罩的 這些事情 就是和台灣這個搞得這樣 是啊 其實台灣的 這些疫情呢 又嚴重了啦 跟著又是否停電啊 封關啊 都很多議論啊 其實一個可能才說 喂 會不會這個疫情 是不是真的生化武器呢 是不是共產黨在這裡搞呢 我因就很深呢 那就是這個 2019年底 2020年頭 就說武漢爆發疫情 那時候說 那武漢爆發疫情呢 我就看到呢 在大陸 和在香港一些藍絲 就在那裡傳 就說 喂 為什麼這個 武漢爆發疫情呢 死的都是中國人啊 那些西方國家的人都沒有人死 當然那時候爆發是在武漢 武漢有多少西人呢 但是他們那個邏輯呢 就說 沒有西人死 沒有這個美國人死 所以就證明這個美國搞的 這個生化武器 是美國的病毒來的 專門對付中國人 當年是2020年頭 他們是這樣的說法的 你可以上網查一下這些資料 現在看美國死了這麼多人 喂 那就反證到這個是 是不是武漢搞出來的病毒呢 這樣 好了 現在這幾天 那個台灣的疫情嚴重 其實我又有些思議 會不會是這個大陸共產黨搞出來的 就是生化武器 看到你台灣 台灣其實由去年以來 那個疫情的控制 是控制得非常之好的 是不是特意想搞亂一下你這個台灣呢 好像說那天有一隻橡皮艇 自己駛進去台灣也行 是不是搞一下這些生化武器 搞亂一下台灣 這些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的 靠猜的 不過就是 我說有時候這些私宜的事情 真的很難說 不過今天又看到一條消息 說深圳那個什麼叫賽格大廈離奇 這樣在那裡 好像初初以為那些人以為是地震 但發覺呢 咦 又不是地震 沒有這個地震紀錄 那是不是這些座樓有問題呢 那我今天看在網上 很多些人在那裡議論紛紛 在那裡傳聞 在那裡討論 就說 其實呢 不是地震 會不會是什麼 一方面當然說 是不是那個建樓 偷工減料 那些結構有問題呢 所以呢 又說不是大風 沒有什麼強風在那裡 為什麼座樓會搖的呢 這樣 但是當然了 現在我看一下 有些在網上社群在那裡傳 可能是天有眼 現在要收些什麼 所以這些討論呢 有時候看見都有點神怪的 不過有時候呢 說是不是神怪也好 不過看到一些民心 民心呢 真是不服一個獨裁政權 不服這個獨裁政權的統治手腕 所以呢 有些什麼風吹草動呢 覺得說 喂 是不是天顯呢 現在是不是有天顯 出現一些異常的跡象呢 就這個 所以這些東西 我今天看了這宗新聞 都覺得 有些幾特別 不知道在深圳 看看有關當局去查一下 究竟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那座大廈會這樣搖來搖去 另外看到一個新聞 就說馬雲那個湖畔大學 可能都被抹了名字 說有人看到一些工人 就把這個馬雲搞了這個叫湖畔大學 說那個名字挺好聽 湖畔大學 其實挺優雅的 我看回網上的資料 就說其實共產黨好像都很害怕 這個馬雲自己在搞大學 他有錢 當然了 他現在馬雲好像都 消聲匿跡了 其實馬雲都很聰明的 因為知道 你有錢 你搞到這麼大 有這樣的集團 受到全世界注目 共產黨給不給你呢 其實即使你在搞大學 在大陸 任何的大學 都是要接受這個共產黨 這個領導 在大學裡面 有些什麼黨委 黨委書記 有黨組織 這樣 你馬雲自己 就說去搞一間大學 還有就說 希望建立到一個精英的 可以去比美 西方國家的那些 美國的那些大學 這樣 美國呢 怕不怕一回事 共產黨聽起來都很害怕 大陸有北大清華 哇 你馬雲自己又搞一間 湖畔大學出來 哇 那怎麼辦呢 就是跟他共產黨在爭 爭一些東西 去爭奪這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些東西 就說 這些 馬雲就已經好像 像是 蕭聲匿跡 會不會被共產黨搞 也不知道 所以他這間 湖畔大學 其實這些 哇 可不可以生存到 都真是成為一個 很大的問題 哎呀 Lucy 講講一下 我都口水乾 我去喝一口水先 哎呀 Lucy 其實呢 啊 怎麼